这一场乌克兰战争已经进行超过两个月了 那俄罗斯扬言要发动核战的同时 引来美国方面强烈的不满 另外一个部分是 事实上也引来了全球的核武军备竞赛 所以安倍才会提出核共享这样的一个战略 没有错 我想就是说最近美国大西洋期刊指出 中国它至于两个原因一定会大肆地扩张它的核武数量 第一个就是有鉴于这一次核威慑在俄乌战争中所发挥的影响力 第二点就是现行中国的它核武数量 相对于美国跟俄国来讲 它是相形见处的 例如它现在总共是350枚核弹头 但是俄罗斯是有6257枚 美国是5600枚 所以中国未来要成为世界军事强权 它必定会扩充它的核武库的数量 那其实美国去年的国王白皮书 也预判2030年之前 中国的核武弹头的数量一定会增加到1000枚以上 那最近刚好无独有偶 大西洋理事会的战略与安全中心也预测 中国未来十年在中国的核武数量 它的高超级因素飞弹 还有它的导弹发射井 会至少有三倍到四倍的这种增长的速度 那我们看看中国最近在 它在这个核武数量上面 包括它的陆基 主要就当东风41型 那它的这个海基的 就是它居浪2型居浪3型 那它的这个空射 包括它的红6K红6N还有红20 都是具备这样的能力 上个礼拜中共科医的释放 就是说红6N 携带这个英纪21的这样一个核航弹的 这样的一个画面 表示它的确是具备这样的能力 那第二个就是说 中国目前它在高超音速方面 主要有三种 第一个就是所谓的这个东风21D 这个轨道的方式的一种攻击模式的飞弹 第二种就是东风17 这个是滑翔弹头的 它是可以改变轨的 那第三种就是它最先进的 所谓的这个星空2型的导弹 那美国是把它称为是FOBS 就是所谓的部分轨道风炸系统 那这个是可以通过南极直接攻击 它的这个纽约跟华盛顿特区 所以对美国的威胁是最大的一种 那美国的极因素跟中共最大的不同 就是美国的极因素都不具备配备核弹的能力 但中国都具备 日本的策略就是以运用所谓的 它具备的技术科技的克准能力 任何的国家如果要侵略日本 就要考量它是可以发展核武的 这样就可以三思而合行 那台湾跟日本其实在技术跟后勤能力 都不是问题 因为台湾在1980年之前都有秘密发展核武 所以我们有一定的条件跟基础 但是最大的挑战来自于 就是说在政治啊 法律啊 或者是文化方面 这个要跨越这个门槛是非常大的 那这个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安倍 现在提出核共享 不断的呼吁 中共现在与日激增的这个军事危险的能力 这么大从来没有过的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日本政府必须要思考 重新修改它的这个非核政策的时候到 好那于将军我跟你讨论 事实上很多战略专家 特别是我特别观察这一波化 华尔街日报跟博文博的这个专论跟平息 因为首先第一个是他们相对亲中 他们长期相对亲中 因为中国市场占有很大的全球化 跟美国大型企业的利益 第二个是他们非常亲民主党 但是华尔街日报跟博文博 最近都有同一个论调的专栏文章很多 这个论调都说习近平 看完这一场俄罗斯的战争 跟乌克兰的战争之后 如果他一旦犯台 侵犯台湾他可能会更凶狠 那那个更凶狠 有些人甚至认为 他可能一出手就是核武 那我想要请教你 中国如果对台湾直接发动核战争 台湾有防御的能力 或者拦截的能力 或者减灾减害的能力吗 我觉得这个问题 动用核武的问题不单单仅是台湾问题而已 你看看现在这个乌克兰的战争就出好的例子 你看看那个普丁也一再扬言 要对乌克兰 甚至其他的国家动用核武 但是他到目前迟迟不敢动的原因就是 你一旦跨越这条红线 那就是绝对没有回头路 绝对没有回头路 而且呢 这个就是战争一定是局局的升高 但是我们一定要商谈推演 没有回头路的发展 我们不期待它发生 但是它仍然有发生的几率 当初乌克兰这场战争 跟我录影了一堆评论专家认为打不起来 我本人认为至少打乌冬 因为打乌冬本小力大 可控可防 然后风险相对低 而且呢边打边谈呢 有利普丁 那普丁也心大 他一口气拿基辅拿吞整个乌克兰 现在吞不下立刻反噬自己 那你怎么知道习近平不会有这样的野心 没有错 这也就是为什么 那个安倍会这么的忧虑 他一直要强调就是核共享 核共享是唯一抗衡 让中共不敢动用核武的 唯一的目前的一个 马上可行的选项 那他如果动用我们怎么拦截跟防御 事实上一旦动用到核武 你说没有百分之百的这个拦截能力 所以一旦动用核武 那就是赫阻策略失败 那就是毁灭大战 就是毁灭大战 那我相信就是说中国只要有理 只要有理智的话 他就像那个普丁一样 他可以威吓 但是真的要动用的时候 他也知道他动用太晚了 因为你打了台湾 即使台湾被你毁灭了 我相信所有的美国 欧洲的国家绝对会进行核爆副 所以他命名也是 最后的结果也是一时俱焚 所以这样的选择是 不是理性的人 是被逼及 或者是已经丧心病狂的人 才会做的决策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其实现在安倍一再的服务 领袖追求的不是理性 像我在这里录影 追求的是理性 我就是一个理性的政论主持人 就是论事的讨论 伟大领袖追求的是伟大 那个伟大理不理性不重要 所以安倍他看出 这一些人他只听懂实力 所以为什么你也同时要具备 这个部署 或是共享核武器 包括6112这种战术性核武的 最主要的原因